哎呀 這個精彩了 叫Webill Webill Webill Lab Lab Lab是什麼意思呢 實驗室 實驗室的意思 實驗室的意思 更高級 也就是說 它有很多的可能將會發生 Webill Lab 問你 請說一下 最新的一個型號 Webill Lab 這一個 將會在2018年出產 然後 希望在過年前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個產品 然後最近你看到這個型號 的設計 跟傳統的一個Gambo 是很大的一個分別 就是 你看它有突出的一個部分 然後它可以改變很多 攝影上面的一些繪畫 就是 三腳架可以 反過來 倒在上面 做一個 懸掛的一個 拍攝手勢 然後 這一方面 在某一個角度上面 都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幫助 然後 接著下來當然也有 圖傳功能 這也有圖傳功能 對 然後 你看到那個 紅色的那個按鈕 就是 可以把Standier Exis 完全鎖定 在你的 在你把你的相機 放在上面的時候 會更容易 更簡單 然後 整體整體化 你要收 收在包包裡面的時候 那個 那個 可以鎖死所有的 那個 Exis 然後你的可以得到 就不會說 亂晃啊 可以撞花啊 之類的這樣 對 一個概念 我的天啊 大家聽我說 基本上 你的問題 在這一次都可以獲得解決 穩定器 最討厭在 不使用的時候 亂甩 哇 那個是每個攝影師的痛 你甩一甩 沒有甩到鏡頭那沒關係 沒有甩到機身沒有關係 一旦甩到 好像你頭被鑽頭打到一樣的痛 雖然不是痛你的 人 但是痛在心裡頭 這點考慮啊 好 另外一個 攝影師最討厭的事情 就是在平衡調整的部分 這 弱的 在這個弱軸的那個 平衡的位置的 不見了 他坐在這前面 是不是 哪一個 弱軸的這裡 這個不見了 抓在下面 創新 真的創新 因為 我們工作的範圍就 這裡就不要去管他了 就完完全全在前面作業 再來 他的 這個握把 教大家看這個握把 過去這麼長一隻 這麼長一隻的作業模式 你抓下面的時候呢 你的麒麟幣呢 會發炎 這個呢 把重心有效降低了 也就是讓攝影師不再疲勞 另外看一下他這一個平台 你的虎口呢 我們攝影師常常需要一件事情 在舉的過程當中 我們用的是拇指 還有這個臂膀的力量 可是呢 大家知道這個拇指最後是會麻化的 它麻化之後呢 你的靈巧度就 有的人會抽筋 這個時候你要適度的放鬆 那麼這個虎口的位置 就可以在那邊暫時的靠置它 讓你的力量最小 但是效果最好 再跟大家提示一個重點 當攝影師在玩穩定器 過度抓力的時候 你的肌肉產生的震動 多多少少會影響到穩定器 它在作業上的一個效能 所以 玩穩定器我們常在講 越像打太極越好 越輕鬆越好 柔軟度要高 柔軟度要高 你不要硬梆梆的在搞它 搞得越硬它軟得越快 當然啦 你的手是因為搞得越硬之後 你手越軟齁 到後面你要運進的時候 你會發現死不上力的時候 那個畫面就特別特別的不好看 作業時間會減短 作業時間減短 失敗率會降低 成功率提高 這是新一代Weber Lab的概念 它在用實驗室這個級別 來稱呼這個產品 代表它的可能 將會有更多可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這個比較重要的 是 它上面是快轉版的 它是有兩個標準的 是 第一個是慢速度標準 第二個是阿卡標準 誰的標準 阿卡